Hello大家好,我是奶空,欢迎回到我2020年的第一支视频 那我之前就想了很久,第一支视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还是决定要坐下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过去的一年,2019年,在视频之外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我给自己列了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思路来让自己更好的梳理我的过去的一年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着这些问题来好好地回忆一下你的2019年 OK,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问题,2019年都做了些什么 那2019年呢,是我本科毕业后的第一年 算是我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变成一个半社会人 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吧 那我本来呢,是打算直接去读研的 但是呢,后来还是决定就是take a gap year 就是一个间隔年,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以前没有过的人生体验 去做一些比较新鲜的事情 那我有去尝试工作,大概两三个月吧 然后之后呢,就是比较长的一段自由职业的时间 有上科语课,有帮同学就是做一些留学生情 然后也有做一些兼职的翻译,口译之类的 然后呢,我也有去不同的城市旅游 有去纽约待了两个月 然后又回来考一个翻译的证书 然后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实习 所以说,大部分我做的这些事情都算是 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体验吧 哦对了,当然还有就是坚持B站的视频更新 第二个问题呢,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收入 其实我不是一个金钱观念非常强的人 然后我这一年呢,也是想去工作赚钱的时候 就工作赚钱,想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想充电的时候就充电 不过我还算是比较幸运吧,大概赚了有六位数 不过是最小的六位数 前几天的时候我看那个美国的一个占星大师叫Susan Miller 她说2020年处女座的运势会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特别是在金钱方面 所以我也是比较期待今年我能够赚更多的钱 然后给大家买礼物,发红包 对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出 那这个就很难算了 我只能说我自己赚的钱我基本上都花完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爱存钱 目前也是存不下什么钱的人 然后平时支出的话也会比较多 我前几天看了一下我支出宝的账单 就有三十多万吧去年 我都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花掉的 然后希望能够尽快经济独立吧 这个还是有点惭愧的 第四个,最大的flag实现了吗 实现了 其实我去年里的最大的一个flag呢 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看了《极简主义》 还有《断舍离》两本书 然后当时呢就想要体验一下那样子的生活 但是我又不可能突然一下就变成一个 嗯,特别自制的人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从化妆品开始 我下半年不要再买任何新的化妆品 然后我真的做到了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特别特别了不起 而且我发现就是把这个化妆品买给朋友 送给朋友会比自己囤着要更加的开心 第五个问题 体重有变化吗 体重没有变化 其实我年初的时候立的一个目标 就是今年就是2019年底要收到90斤 不过我现在体重还是94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我今年 就是2020年最大的一个flag 今年一定要收到90斤 大家监督我 第六个问题 交了几个朋友 嗯,其实今年 呸,其实去年还是交了很多朋友 我现在还是有点难以转换 去年交了很多朋友 特别是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吧 就是上半年的时候认识了七八个新朋友 然后我们,其实他们也没有把我当老师 我也没有把他们当学生的感觉 我们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 吃饭看电影这样子 然后下半年呢也是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特别是在纽约的那段时间 然后也见了一些老朋友吧 但是还是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孤独的时候 因为朋友不可能永远都陪着你 但是,嗯,见好朋友 或者说见那些老朋友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当然也有就是跟粉丝朋友变得更加熟了 就现在经常在微信群里面日常唠嗑 就是分享自己在干嘛呀 或者是今天又吃了什么之类的 第七个问题 去了哪几个城市最喜欢的是什么 其实我去年的话 大部分去的都是以前去过的城市 比如说上海啊 亚特兰大 九金山 还有纽约 嗯,还有香港 武汉 没有去过的城市呢 可能就是长沙和成都了吧 然后对,还有就是北京 然后我最喜欢的城市的话 应该是武汉吧 因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我五年前 我刚跟我男朋友认识那会儿 我第一次去武汉的时候 我其实对这个城市印象超级的差 因为我当时觉得他们说话好凶啊 就是那个武汉的口音 听起来会很凶 而且当时我去的时候 嗯,是想要去看樱花的 结果下了一场大雨 把樱花全部都打落了 然后我樱花也没有看到 结果有一次还就被 大半夜的被凌晨落淌机 不过去年我去了好多次武汉 然后对这个城市 感觉有很大的改观 就是建设的还挺不错的 然后环境什么的也都变好了 特别是军运会的那段时间 那个灯光秀真的是超级好看 而且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我跟武汉的更多的人产生了互动 或者说情感上的联系吧 特别是跟我男朋友的家人 还有一些他的朋友 就熟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城市 有所牵挂 还有有所改观 对 第八个问题 2019年做过最大的决定 那我做过最大的决定 应该就是转专业的吧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拿的两个文凭是 一个是经济学 还有一个是国际关系嘛 两个都是那种社科类的 需要做大量的research reading 还有各种写paper这样子 然后我当时想要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呢 大家都特别希望我申请一些 就是经济啊或者商科 还有或者管理类的硕士 因为我男朋友也特别特别想让我 跟他一起去哥伦比亚 而且就是像这种名校的这种硕士 其实对于我们那个美本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好生的 而且你就很容易能够拿到一个名校的title 但是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想去申请 就是觉得不感兴趣吧 就是完全提不起兴趣来 然后也不想再做 就是经济或者是国际关系 这种政治方面的research 因为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心累 对 所以当时呢我就选了翻译 就觉得这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吧 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签证书先生 对 第九个问题 最喜欢的眼影盘 终于到了这个环节了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我就选了这一盘 Charlotte Tilbury的 这个Pillow Talk 四格的眼影盘 这一盘呢之前也是非常难买的一盘 我是在去香港的时候买的 Charlotte Tilbury他们家的产品 我就是特别喜欢 因为一个是包装特别有质感 而且第二个是它的粉质 还有它的显色度都特别好 而且第三个呢 就是它都帮你搭配好的颜色 就即使是新手也能够画出 特别好看的眼妆 那我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用这个颜色 来进行一个打底 然后下面这个颜色呢 来加深眼窝 还有下眼瞼的部分 这个颜色呢 我一般会把它用在眼头 然后这个颜色 亮片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因为它这个亮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把它点缀在眼皮中间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试色技术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这盘真的是 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粉棕色系 就是有一种水蜜桃的感觉 下一个问题 2019年最爱的粉底液 那我最爱的粉底液 也是Charlotte Tilbury的 Magic Foundation 我已经用空瓶了 然后就是上次旅游的时候丢在厂沙了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展示 不过我已经入手了 他们那个新的那一款Airbrush 过几天试用了之后 再跟大家反馈 那我用空的那一瓶 Magic Foundation 我觉得它神奇的地方 Magic的地方就在于 就是我是混油皮 然后我闺蜜 它是干皮 但是我们两个用了之后 都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它的遮瑕度非常的高 但是它上脸之后 又不会显得特别的假 然后又还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妆效 而且呢 它不太会氧化 就是你保持一天 你的脸还是 就是非常的清透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那一瓶呢 是我2019年用空的 唯一的一瓶粉底液 下一个问题 2019年最喜欢的口红 那2019年 我其实没有买很多口红 但我最喜欢的这一支呢 也是在视频里面 推荐过好多次 香奈儿 Coco Flash 70号色 Attitude 那这支呢 其实是我男朋友买给我 因为当时也是特别难买 然后它就找日带帮我买到了 然后我当时就还挺感动的 这种小心翼 就是我今天嘴巴上涂的这一支 一个红宝石 然后中间呢 还是带有一些些金闪的 所以涂上的话 就显得特别高贵 有点 下一个问题 2019年最爱的腮红 那我最爱的腮红 应该就是这一盘 就是也是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买的 迪奥的高光腮红 这个是09号色 我当时在视频里面 我还是有点舍不得给大家试色 因为它的这个图案真的是太美了 上面写着迪奥 然后又有爱心 又有心心的 它的颜色是那种蜜桃粉 然后又带着非常细的影闪 所以上脸的话 其实你就不需要再另外打高光了 就会形成那种bling bling 蓬蓬的感觉 第十三贯题 2019年最感动的瞬间 其实我是一个感动点非常奇怪的人 不过2019年 我还是收获了很多感动的瞬间 那第一个呢 大概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跟当时的学生 就是像朋友一样嘛 我们就周末出去吃饭看电影啊 然后聊天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晚上11点多的时候 就走去夜市买东西吃 当时我好像还录了一段在我的vlog里面 我跟那个吉他小哥 我们在那里等五股激流好像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学生呢 他就拿着一片西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夜市上的西瓜 就是小好的 然后很大一片的那种 他就拿着那个西瓜回来 我就问他说 你大冬天呢 你吃什么西瓜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看到卖西瓜的是一个老奶奶 他希望能够卖完西瓜早点回家 因为当时其实真的蛮晚了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感动 就是我就想说这孩子怎么跟我一样善良 对 因为这个学生 其实当时我跟他接触的不是很深 然后所有我身边的老师啊 还有他包括他的同学 很多人都跟我说他学习成绩很差 或者说他很 就很憨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他特别的善良 然后包括也特别的可爱 特别幽默啊 对啊 然后我是一个很擅长发掘别人的好的一个人 就是我接近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我是一定能够发掘到一个人的优点和闪光点的 虽然他们也有特别闹的时候 其实后续还有一个跟这个故事相关的一个片段 就是我暑假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星巴克里面坐着 就有一个老爷爷过来挑着弹 他在卖小土豆 然后他就进到星巴克里面 一个一个的问说要不要买 然后我就实在看不下去 因为那个老爷爷真的是特别老了 大概八十几岁吧 然后我就买了十块钱的小土豆 带回了家给我妈 我妈就问我说你买这个干什么 就是那个土豆卖相真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又小 然后又有点感觉有点被蛀虫了那种 然后我就不敢跟我妈说 是因为老爷爷我才买的 我就说是我学生买的 对然后我 之后呢 特别巧的是又过了几天 我跟我爸妈一起去散步 然后在星巴克里面坐着和喝饮料聊天的时候 那个老爷爷又来了 他这次卖的好像是菜吧 然后我妈妈看到了 他就很主动的上去跟那个老爷聊天 然后他买了一把菜 然后我爸爸也上去跟他聊天 然后就告诉他说 你不应该来星巴克这边卖 因为这边的年轻人都不太会做饭 你应该去广场那边卖这样 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是有一点感动和有一点 反思吧 就是我觉得说 我当时应该要跟我爸妈诚实的说 因为我感觉我低估了他们的善良 或者说我低估了我和我爸妈之间的这种 共鸣的感觉吧 反正当时我还是挺感动的 然后第二个感动的瞬间呢 就是我去男朋友家的时候 因为去年我去了好多次嘛 然后之前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男朋友都会先带我去买水果 然后再回家 因为他知道我特别特别特别爱吃水果 然后我们每次都会买红柚 或者是那个泰国清柚 特别特别好吃 最近一次我去的时候 我们也是先买了水果 然后回家的 但是我回他家的时候 就是发现桌上放了一盘 那个红柚这种剥好的 我就没在意 然后第二天我们吃完饭回家的时候 就男朋友的妹妹 她就端着那盘红柚 就对我说 姐姐你要快点把这个吃掉 不然它就要坏了 要软掉了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柚子 然后她妹妹就带着一点 武汉口音特别可爱 她说因为哥哥老师给你买呀 然后那天妈妈说你要来 就带我去买水果 就给你买了柚子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暖 就觉得我就把它抱住 我说你们真的太可爱了 我好喜欢你们 你们怎么这么好 小孩子嘛 就他们的情感特别特别的外放 喜欢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反而长大了之后 大家都越来越藏着情感 所以那种小孩子能天真的 外放的那个时刻 就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就觉得说我以后也要 爱别人 或者说关怀别人的时候 就勇敢的说出来 第十四个问题就是 19年最大的变化 我觉得我最大的变化就是 变得非常爱哭 因为我以前从小就是我都是一个不爱哭的小孩 我之前还因为就是太久没哭了 还要去那个医院就通那个泪道 今年的话我就特别是下半年 我就变得特别特别爱哭 就一个月要哭个两三次至少 而且都是那种半夜躺在床上 然后想一件事情 然后开始钻牛角肩 然后突然就是burst into tears 爆哭的那种 然后停不下来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坚强 就我之前觉得自己很坚强 是因为我对别人给我的一些帮助和一些陪伴 有点熟视无睹吧 特别是大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要距离感 我要空间 但是我现在反而觉得 是我一个人住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空间的时候 我反而就是特别想念那种 有人陪伴的感觉 第十五个问题 2019年最大的成就 其实这件事情好像也是 我没有在视频里面说过的 我也一直非常犹豫要不要说 我最终还是决定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的2019年 其实很大一个部分都是缺失的 就是我陪我的男朋友度过了一段最艰难 最抑郁的时间 其实就是在纽约的那段时间 他其实比我早去一个月 因为他是要去各大读研 然后我之后去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他有一些 特别不一样的一些变化了 比如说失眠 他不是那种晚睡晚起 而是连续48个小时 就是睡不着觉的那种特别害怕噪音 特别不想出门 不想见人 然后每天垂头丧气 非常自责 然后食欲也非常的不好 大概两个星期瘦了快十斤的样子 就整个人就是变化超级大 然后我一开始其实非常不能够理解 我想说因为我都在这儿了 然后我们的生活也都很好 各方面我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可能他承受的压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一个是他就是工程学院的一个专业 可能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不是他真的想学的 还有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 又浮躁 但是又让人渺小的感觉 一个脱离了之前熟悉的生活环境 突然的变化 给他带来的一些无法招架的情绪 所以说我就是慢慢的看书 然后慢慢的看一些网上的资料 然后就是通过陪伴 终于他现在就是恢复了 以前开心的样子 大家在那个长沙的vlog里面应该也看出来了 就特别多话 特别激动 然后跟以前一模一样 2019年的话呢 其实抑郁症或者说抑郁情绪 是越来越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 因为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病离开了我们 或者说你也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 或者自己因为压力而出现了这种抑郁的情绪 那我也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心得 也不是心得吧 就是我自己目前的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那抑郁症呢 其实它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你们如果出现了两个特征的话 就需要去证实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 一个就是长期的情绪的低落 这个就非常好理解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可能会吹头丧气 可能会自责 不想见人 失眠 然后或者是突然的暴饮暴食 又或者是厌食 食欲下降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走两个极端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强烈的病齿感 就是不想去正视自己的生病这件事情 一个是自责 怕给别人带来麻烦 还有一个呢 就是觉得自己生病 是因为自己心里太脆弱了 不如别人坚强 然后会产生强烈的这种羞耻感 我觉得其实它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 并不单单是因为一个人心里脆弱 很多看起来光鲜亮丽 非常坚强成功 或者说非常乐观的人 也有可能因为突然的一些事情 或者长久积压的情绪 而陷入到这种抑郁症的黑洞当中 有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些负面的记忆 有可能是因为事业 或者说学业感情上的挫折 有可能是因为突然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无法适应 然后没有朋友 或者说没有可以倾诉的人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正视它是一个疾病 然后我们也要去帮助自己 或者说帮助身边的人 恢复到之前比较健康 比较开心的状态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特别重的这种抑郁情绪的话 首先第一点一定要看医生 然后一定要吃药 因为这个它的确是一种疾病 它是大脑内部的一些血腥素分泌的失衡 它并不是别人说的是你矫情 只要你好好吃药锻炼身体 抑郁症是完全可以被治愈的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害怕看医生 也不要过度的责怪自己 那第二点呢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 不要吃糖分过高的食物 因为虽然很多人说吃甜食 或者说你不开心的时候吃一顿大餐 就能够让你马上开心起来 但是我觉得就像给自己打了一阵鸡血一样 你的血糖瞬间飙升 然后你吃完之后过了一会儿 然后它又降下来了 然后你的情绪就是会随着你的血糖变化 去大起大落 我觉得可以多吃一些就是脂肪或者蛋白质 这种对血糖影响没有那么大的一些食物 然后来保持你的一个情绪的稳定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醒来 然后吃一顿富含这个脂肪 还有蛋白质的早餐 然后规律的去锻炼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如果你是发现身边的人出现抑郁情绪的话呢 也有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 那第一点呢 就是不要说一些看似劝导的责怪的话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习惯于说 哎呀你什么都好啊 你长得也好啊 你学习也好啊 你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呢 那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开心呢 总有一个原因吧 就是什么都会过去的啊 你不要再想了 这种反问句 或者是听起来理所当然的话 我觉得很多时候反而会加重抑郁症患者 或者说有抑郁情绪的人的这个心理压力 可以给他们多一些肯定句 第二点呢 就是陪伴大于劝导 因为有抑郁情绪的人 或者说有抑郁症的人 他们会不自觉的去躲避这种社会关系 和这种跟亲友的互动 因为他们会出于自责 或者说出于不想让别人担心 然后就陷入到这种 越退缩越自闭 然后越抑郁的这种恶性循环当中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朋友的介入 那你其实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你可能就是陪伴着他 让他知道你还在那里 第三点呢 就是帮助他们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抑郁症患者 他们其实都是会钻到一个他们的一个情绪 一个症结当中 就是出不来 然后他们需要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外界 去调节自己身心和世界之间的这种互动 这种关系 然后多去关注一下别人的生活 或许是这个世界的变化 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然后像我的话 我就会死皮赖脸的拉着我男朋友 我们去吃饭 我们去旅游 我们去玩 我们去逛街 各种各样 反正就是拉着他 即使他就是一路逛还是很不开心 但是至少比待在家里好 虽然他们需要休息 但是我觉得休息并不是在家躺着 而是要去做一些 能够转移他们注意力的事情 对 那我的2019年就总结到这了 不知道你们的2019年过得怎么样 其实呢 我有收到一些粉丝的私信 或者说微信群里面聊天 感觉大家好像 大部分人都过得不是那么的开心 当然我自己我也不能说我的2019年 很开心 我觉得2019年可以称为一个shitty year 就是不管是从整个世界来说 还是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好的一年 非常艰难的一个转变的一年 对 但是我仍然相信2020年会过得更好 然后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加油 因为我 我发现就是大多数关注我的粉丝都是女生 然后而且都是那种特别关注生活 希望提升自己的女生 所以说我2020年的愿望呢 就是可以给大家产出更多不同的主题 然后也更有价值的视频来给大家 当然也是给我自己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成长 然后一起分享生活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第15个问题就是15年 什么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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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